如果低單位數字就可能比較差一點 不過究竟它有沒有其他的收入可以頂替到呢 當然遊戲始終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所以那裡是一個關鍵的 第二個要看的就是廣告 至於你說遊戲方面 其實現在它在策略上面都已經是有些改變的了 除了一直以來靠它幾隻主要的遊戲 另外就是它發展了一個叫小遊戲的業務的策略 小遊戲它的成本就是開發簡單一點 成本比較低一點 開發的時間也沒有那麼長 而這些務力是高一點的 你看中期的業績也看到了 所以這部分究竟進一步去到發展的時間 在第三季會不會反映到多一些出來呢 這個是其中大家值得留意的 第二個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它在海外市場那方面 因為其實除了騰訊之外 其他的遊戲商都是的了 自從整改之後 大家都不會說只是純粹靠內地 開發國際市場是很重要的 騰訊其實也是在做這件事 究竟海外市場現在陸續佔它 收入的佔比多少呢 能不能夠真的逐步逐步提升 我相信這方面是會逐步提升到的 但是問題是它要開發的遊戲 合不合國際市場的口味呢 如果你只是靠內地的話 因為它有很多成熟的遊戲 已經推了這麼多年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些新的東西 譬如說剛才提到小遊戲那裡 或者甚至海外市場 至於接下來還有些什麼新的其他遊戲呢 這個就要看了 它是有的 就是每次批它都有 因為現在是恢復了批一些號 批一些遊戲把握出來 但是問題是遊戲行不行呢 這個就真的不是每一隻都可以的 現在暫時還未看到有哪一隻 是可以很明顯跑出來的 現在就算說會推一些新遊戲 買一些新遊戲回來 但是也很難再有另一隻王者榮耀 或者是很出名的大遊戲出來 會不會說現在那個業務的環境 和以往比其實真的相差得太遠 未必追得上以前的樣子呢 我們看看彭埔綜合了勸商預測的大數 收入和經調整盈利預測 都有雙位數的案年升幅 不過盈利方面稍微失息一些 預計案年要跌近兩成 其實最大的拖累因素是甚麼呢 我想是它自己本身的投資那些估值而已 如果你真正看 它非通用國際會計準則那裡 那都是有增長的 所以變成了其實我們就看過 非通用國際會計準則那裡 都有兩成多的增長 那這個環境我也是看得比較重 明白 除此之外其實大家都在想 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會關注 就是大股東Process去減設的那個陰謀 早前Process都說到 今年年底會將騰訊的持股比例 都是降至到兩成四至兩成半 暫時現在現階段的話 他們的持股就是近兩成六 畫面上也讓大家看到 最新的減遲的情況在那裡 騰訊也都在今年第二季開始 就是逐漸去增加回購股份的 那個次數也好 那個比例也好 你又覺得大股東去減遲 這個因素會不會 都會持續去影響到騰訊的股價呢 始終前排破了300元之後 大家都擔心 這個位置會不會是慢慢都變得不穩陣呢 其實我想幾隻主要的互聯網平台股 其實就是面對著這個問題多些 就是說如果廠基本面 甚至說美國的息口因素 我亦都看回估值因素 其實就不需要下去這些減 但是問題就是說 就是騰訊南非的大股東 還是繼續在減持著 雖然騰訊亦都有回購 但是回購的數目 相當於其實它減持的因素是一半的 就是減持的股數的一半 如果你看回過去的幾個月 所以變成這個 都是令到為什麼股價 好像經常都有點停滯不前 這個是其中的原因 就是別除經過面之外 所以我想現在要等減持 我想它都是繼續的 差點就是究竟回購是怎樣的 另外就是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剛才提到 整個大的經濟環境 或者投資環境好 到時它都希望高一點去減持 股價都會受著大環境 如果轉好的話 這類股份都會做好的 原因就是因為這類股份 要他們升 市市要升到 第二就是亦都要 反過來 就是要市升 市升就是這些要升 但是這些升才是市會升 還有才會帶到投資氣氛 所以我想接下來 尤其是還有一個多月 就連結了 這些股份 如果除非環境又差 否則的話 譬如息口 美國這個減息這些藉口 都可以令到這些股份 要做高一點點 令到整個盤數好看很多 看到現在即前 騰訊股價都升了超過2% 不過大家就擔心 究竟是跟市升 還是即前就有資金追入 你又覺得哪個因素影響大一點 其實我想 你說現在這些位去追 我想都不是多了 始終你現在就是說 今天這樣升 那300元留下 我想有些資金會買一下 但是你說其實要買的人就買了 就是只要如果你能夠 有得升一下 有些會被人移動一下 可能就會有升 又買又顧 這樣就會好一點點 但是我想都是看業績 究竟是怎樣 所以今天股價 我想純粹是跟大市的升幅而已 對方說真的是有錢 ETnet專業版HVII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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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